近日,林静恩的处境再次触动公众神经 网友目睹他与流浪汉没半 其中一人更对他有不当行为 引发广泛担忧 画面中,他黑衣静坐 与周围衣衫不整的男子互动频繁 烟酒不惧,状态堪忧 自丈夫李坤成去世后 林静恩行为失控 从跨年夜的疯狂到深夜偷外卖 频繁登上社会新闻 他与妻子因遗产纷争下去 生活陷入困境 尽管分的遗产,却未能改变现状 反而在街头流浪,与流浪汉为伍 林静恩的父亲虽试图干预 但借酒努力为国 他的生活依旧没有起色 早年与李坤成的关系 让他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 如今更是举步维艰 社会上,对他的评价两极分化 有人同情其遭遇 也有人批评他的行为 李坤成儿子更是暗讽其好吃懒惰 林静恩的故事 不仅是个人的悲剧 也反映了社会对特定群体的忽视与无助 对此,你怎么看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